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来了 来了 多少朋友一直在问交流群终于来了 四年前 一个宁静的午后 所长打开电脑 在雪球上写下了一篇关于复兴医药的文章 最初只是把自己对这个公司的理解写下来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篇文章很快收获了很多网友的认可与点赞 此后 所长又陆续写了乐谱医疗 恰恰食品等一系列文章 初心只是记录自己的思考 如果能对其他投资者有一些帮助 那就更好了 最开始也没想到 这件事最终坚持了四年多时间 这四年多将近一千五百天 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午夜 阳光明媚的周末 所长都在窗前打开电脑写作 写下了超过一千三百篇 四百万字的文章 曾经有个朋友问我 你写这个赚钱吗 想了想可以赚钱也不赚钱 说他可以赚钱 是因为证券属于离钱很近的行业 曾经有投雇公司找到所长 说只要帮他发一篇广告 其他什么不用做 有大五位数的报酬 但是所长拒绝了 没人不喜欢钱 但是所长更注重自己的名誉和品牌 过去不会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说他不赚钱 因为这是一个为爱发电的事情 写一篇深度分析长文 找资料可能要两三天 还需要有小伙伴帮忙 全文写下来要好几个小时 最重要的是 这些文章全部都免费 这几年里 身边断断续续 有不少优秀的同行停更 对此所长其实非常理解 一方面是收益很低 另一方面公众号日渐示威 但是每次打开后台 看到读者的一些点赞和认同 又让所长觉得 只要读者觉得有用 我就会坚持写下去 而且从后台的留言中 所长能感觉到 大家对真正有用的 金融投资知识的需求和渴求 这也是所长决定 搞交流群的原因 一方面 经过了四年多大量的研究思考和学习 所长和整个价值事务所团队 无论是专业知识 还是认知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终于有能力满足 大家对真正有用的 金融投资知识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 整个大环境也发生了大变化 对于很多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也是时候 应该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聚集起一批人共同学习 共同抱团取暖 安然度过当下的时代巨变 这几年来 大家都感受到了 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巨变 这种变化 反映在资产价格的剧烈变动上 用拼多多的人越来越多 如今京东的市值 只剩下拼多多的一半了 要知道三年前 京东曾经是数个拼多多的 提亮之河 这反映了中产正在反贫的现实 历次经济危机中 受伤最严重的总是中产 为什么中产会大面积反贫呢 其实中产阶级的大规模诞生 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经济高速增长 加优势产业崛起 加房子 股票等财富储存器完善的过程中 有一群人在收入和财富积累 两个维度较大幅度的跑赢了 社会平均水平 从而成为中产阶级 但绝大部分的中产家庭 并不是靠真本事 只是幸运地赶上了好时代 凭借自己的职工身份 城镇户口和高考成绩 享受到了时代快速增长的红利 他们既没有富人的认知和资源 也没有穷人的心 却过着不错的生活 毫不夸张地说 中产阶级家庭是对社会运行规律 误解最为严重的人群 他们所有的成果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几十年前国企招工的时候 他们刚好是城镇户口 刚分完房子就赶上快速的城镇化 房价大涨 他们工作的时候 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 都处于爆炸性增长的阶段 只要不缺胳膊少腿 就算是论资排倍 都能有不少的上升机会 这就好比你赶上了一步 正在上升的电梯 不管是在里面站着 躺着还是坐俯卧撑 都能到达顶层 但你错误地认为 自己到达顶层 是因为你努力地做俯卧撑 现在经济高速增长已不复存在 优势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瓶颈 降薪裁员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 这就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少了 另外一方面 中产最喜欢的资产房子 也不如以前了 房价无脑上涨的时代已经结束 房子贬值了 中产向上跃迁最重要的知识 其实是真正有用的金融和投资知识 而这又是他们最缺乏的 于是他们悲催地 掉入了一个又一个投资陷阱 什么P2P 买公寓 玩集资 买信托爆雷 空气币 杠杆买房 买垃圾公司退市 什么是好的资产 要知道 钱和资产完全不是一回事 资产能换成未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大部分中产除了房子 其实并无好的资产 如果房子是自己住的 那所谓的中产 其实只不过是稍微高级的打工仔 并没有产 中产只有把钱换成好的资产 才是真正的中产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房租收入或者公司分红 就能支付家庭大部分日常开销 才算是有资产的人 一个人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这里的认知 最关键的是 金融和投资知识 是真正有用的那种金融投资知识 现在的宏观环境变化非常快 知识每三年更新一次 但大部分中产 用于在学习上的投入少的可怜 他们愿意花20万一年 让小孩读国际学校 又至10万一年读一个幼儿园 却不愿意拿出其中5%的钱 投资在自己身上 但实际上 你自己的认知高度 才是你家庭财富的铁花板 每个人都应该拿出 用于孩子开支的5%至10% 去投资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让自己跟上时代的前进的步伐 否则 你任何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 都可能让家庭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正是过去几年 很多中产阶级遭遇过的大问题 也正是所长这个时候 做交流群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微信群噪音太多 管理难度太大 不方便大家学习 所长的交流群 以专栏的形式来实现 也就是今天要给大家 推荐的所长会客厅 在这里帮助大家提升 对金融和投资知识的认知 在所长会客厅里 会有 零邀宏观分析 这几年 每个投资人都意识到 宏观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像一些上市企业 如中国中棉 康泰生物 恩杰科技 华西生物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举很长 跌幅均超过70% 所长见过很多亏损严重的投资人 都是因过度相信 自己深度研究的Alpha 而不敬畏环境变化Beta的 目前 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 高达5.5% 美元的每一次潮汐波动 都会影响全球资产的定价 以及北向资金在A股的流向 国内层面 随着经济进入深水区 宏观Beta的影响 也有超过行业的Alpha 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房地产 利率 市场 消费等各个层面的政策 越来越多 对政策的跟踪解读能力 尤为重要 因此 在所长会客厅 对于宏观层面 我们会有以下项目给到大家 每周一篇消息解读 包含对海外尤其美国的CPI 非农数据 美联储议席会议的跟踪和解读 对海外资金配置的跟踪 对美股科技龙头的跟踪 侧重海外映射 以及国内GPD 利率 CPI PMI 等主要宏观数据的跟踪解读 国内政策面敌跟踪 总之就是汇总宏观消息层面大事件 解析其市场以及行业 来自具体公司带来的影响 为下周投资做参考 每月宏观深度和策略 至少各一篇 深度解读 国内外各种宏观政策的来龙去脉 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并给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助力每一位会员 提前避免宏观政策可能导致的巨大损失 同时抓住潜在的大机会 第二行业深度研究 包括当前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 股票相对其他各类资产的性价比 不同行业的估值水平 盈利对比 根据利率和盈利水平 确定不同行业的配置比例 目前两市上市公司超过5000家 市场大大扩容 再也不会有07年 15年那样涂涨的牛市 未来的牛市 大概率是指数3500点左右 小部分行业和公司上涨的结构性牛市 踏准节奏成为收益的分水岭 我们会结合盈利变化和估值水平 确定不同行业的配置比例 根据宏观层面的变化 研究分析受益的行业 提前进行深度透彻的分析 并给出相应的受益品种 这个板块每月至少提供一篇 03公司深度分析 包括最新基本面变动的跟踪解读 公司高频经营数据变动的跟踪 重要公告解读 年报 财报解读 市值波动的解读 固执分析 提升对公司的深入认知 我们总在强调投资中情绪稳定 耐心持有的重要性 但是老投资者都知道做到情绪稳定的难度 如果公司基本面已经大幅恶化 但是自己却没有深入认知 面对股价的大幅波动 这种情绪稳定 无非是把脑袋埋进沙子的鸵鸟心态而已 这个板块每周至少提供一篇 04价值30指数 价值事务所团队根据自己的深度研究 从市场中精选出30家优质成长企业 构成一个组合池子 并且也会根据企业自身情况 结合市场估值 对该池子进行动态调整 05市场跟踪解读 研究每天市场的边际变化 信息 资金的变化 该板块为日更 06深度报告 一手调研纪要 分享最新的卖方和买方调研纪要 以及精选的深度研究报告 我们经常看到 财报发布前 某公司市值离奇大跌 最后财报果然不及预期 机构利用信息优势 提前买入或者卖出 已经成为市场新照不宣的秘密 通过及时分享最新的一手投研信息 缩小和机构的信息差 分享优秀的行业和公司研究报告 助力每一个会员快速成长为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这个板块也是日更 07内部直播 所长和团队成员每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内部直播 有关于市场行业公司的一切疑问 可以进行面对面交流 干货满满 08答疑解惑 关于金融和投资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讨论 所长由于经历原因 平时只会抽半个小时回复公众号后台的部分留言 虽然很多朋友有大量问题想咨询 但所长确实没经历一个个看 但在这里 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此外 这里还有很多高净值用户 可以相互陪伴 让大家在财富路上不孤单 09价值事务所的课程免费享用 加入所长会客厅即可免费学习价值事务所 此前推出的所有课程 目前累计有八个课程 包括财务课程 行为金融学 估值 医疗芯片 行业课程等等 以及未来推出的各种课程 让大家可以从零开始慢慢深入 最后精通价值投资 除了以上的权益外 后续还有业内人士分享 线下课程折扣等更多权益待解锁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总之 所长会客厅 是所长接下来除了公众号研究之外 重点经营的私密交流圈子 在这里 你不仅可以跟所长一起学习 提升个人认知 还可以跟一群优秀的伙伴 一起保持终身学习 也可能产生更多合作和机会 一起抱团穿越当下的幽暗岁月 我来自幻暗岁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